演员嘎戏 真的能演好吗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最近宋祖儿嘎戏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起因呢 是本应该在折腰剧组拍戏的宋祖儿 却被网友撞见 出现在激难的制造拍摄现场 折腰是1月31号才正式开机 按照剧组100到120天的拍摄周期 至少也要5月份 甚至5月底才能杀青 而宋祖儿作为女主角 仅在折腰拍了两个月 就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另一个剧组 在4月8日开机的《艰难的制造》里 宋祖儿同样担任女主 还是正午阳光出品 当初女演员孙谦因为嘎戏 被踢出正午阳光出品的《欢乐颂3》 表现出一副绝不姑息演员嘎戏的恶习 到了宋祖儿这儿 却帮着隐瞒嘎戏 连通告单的角色名下面 都不敢出现宋祖儿大名 这贱人下菜的操操作 前后不一的行为呢 也跟宋祖儿极度相似 2018年 杨阳主演的全职高手拍摄时 是由宋祖儿出演苏慕昌这个角色 但当时呢 宋祖儿正在拍摄《九州飘秒路》 于是他摆出 要做好演员 拒绝感谢态度 选择此演 全职高手剧组发出公告时 还特意指出 能理解认可宋祖儿的决定 对他小小年纪 拥有对艺术创作的责任感和担当感 由衷钦佩 结果 这前后不一的做法 让宋祖儿不仅打了自己的脸 还打了之前赞扬他观众的脸 明显呢 宋祖儿更加注重 艰难的制造这部戏 为了有更多时间拍摄 折腰剧组资源全程围绕他转 提前把他的戏份 集中在一起拍摄 而这部戏的配角们 就倒了大霉了 有网友爆出通告单 女二宣录禁组两个多月 就出工了十天 男主刘雨宁跟他搭戏 每天戏份被排满 孔雪儿粉丝也爆料 因为宋祖儿 孔雪儿的综艺都被获取消 因为一个行业不被允许 甚至明令禁止的行为 剧组资源为他倾倒 同剧组配角为了打配合 造成的后果呢 就是被骂 口碑下降 还丧失路人员 面对嘎戏这件事啊 宋祖儿的粉丝态度 是好多明星都嘎戏 那为啥只宋祖儿骂呀 见此 九五花嘎戏咖 四大嘎戏咖 八五花嘎戏 通通被抬了上来 首先是九五花 赵露司参演长歌行为杀青 主演的一不小心剪刀爱 就开机了 张静怡同时嘎电视剧 她从火光中来 和电影《人生路不熟》 之前《打火击合无名》 也是拍摄时间壮党 周一 《铁道英雄》开机1月9号 《阿姚兰》 1月28日查清 《三桂情史》 1月17号开机 三部戏时间严重壮党 当然有粉丝写是 赵露司是补派 张静怡两部电影 是戏份上的可怜的配角 周一查行成 是只参加了开机仪式 《铁道英雄》是客串 三部戏并未同时拍摄 所以真正的嘎西咖 还得是李一同 鼓励那扎 李沁 李沁前段时间 嘎嘻闹得沸沸扬扬 梦中的那片海 2月7号开机担任女主 转头就出现在 3月5号开机的人生之路剧组 还同样担任女主 本来这件事 不大张旗鼓 无人care 但李沁飞到上海 去拍人生之路 因疫情被隔离 导致梦中剧组 停工无法拍摄 惹怒男主粉丝 两家私的 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李一同也同时嘎两部剧 和欧豪的不可告人 刚开机不久 拍摄现场 路透都出现了 转头又看见 他和诚意英雄制的 古装路透 不仅嘎两部女主戏 还一个现代剧 一个古装剧 一个字 绝 而那扎主演的风起西周 2021年8月底开机 10月底又进了 雪英灵主剧组 两部都是戏份吃重的女一号 那扎这个演技 应该能轻松hold住吧 而八五花嘎戏里的 种子选手杨幂 就是典型的反面脚材 甚至他一度以嘎戏为荣 别人嘎戏越低调越好 他嘎戏还要发微博公布 自爆一年内拍11部戏 4个月拍5部戏 有一个关于他嘎戏的采访 毅力敬问他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是他的回答 你没有怀疑过自己这样的选择 其实是不对的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嗯 就是 就是 我要做好 我可能我做得更多了 然后大家才会关注到我 才有机会去拍电影 才有机会做一个好演员 然后才有机会跟优秀的人合作 所以你先看到我再说吧 就是用这种方式 想让大家看到我 这不是自相矛盾 这工作量明显是为了挣钱呀 心都没静下来能演好戏 被问及保证不了拍摄质量后 那样的拍戏 而且拍出的戏 其实质量都是没有办法保证 因为累啊 嗯 还是累啊 你强撑也是 但是状态出来确实是不对的 那种拼命拍戏的时候 对钱有需求吗 没有 没有 那年估计都还赔钱呢 赔钱 因为你 其实是不敢跟剧组一直说 我同时还在拍着别的戏嘛 然后找进各种方法请假 然后去别的组拍嘛 那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地方在横店 有一个地方在北京 你要自己去 录费 录费啊 对 知道尬戏不对 尬戏的录费要自己出 好亏呀 这些做法 对比这段采访的标题 极度讽刺啊 杨幂把尬戏称之为拼 这不是为演员之路而拼 而是为了自己快速捞钱而拼 嘎戏嘎到 陈凯哥拍摄搜索时 因为看不惯扬命这个行为 换成了王洛丹 也让他无缘跟大导合作 赵丽颖也被扒 拍摄电影《密战史》 和青云志《老九门壮党》 幸福到万家 谁是凶手 档期有少量重合 刘亦菲拍《仙剑》时觉得累 去拍电影放松 这戏嘎的都上度假了 仙剑拍仙剑的中间 请了15天假去拍的 我觉得给这个电影的名字 起了一个名字 我和我妈妈 叫台湾15日游 就觉得除了工作以外 很开心嘛 完全是去旅游的 对 因为拍仙剑很累 那突然 要打 不是 要打 还要熬夜 因为戏很多 它电视剧嘛 那突然就是说 10天或15天去台湾 就好像度假一样 随后各路明星都被爆嘎戏 堪称抓嘎戏明星日 对此小巴的态度是 绝不站对任何一位明星 不管明星有多难言的苦衷 都平等地讨厌 所有明星嘎戏的行为 如果只是客串 或者补拍还能理解 像同时嘎主演戏 让全剧组资源 为他让道的行为就很low 之前金星就提到过 明星嘎戏的问题 非常影响拍戏质量 你比如说 圈内有个小鲜肉 江湖人称雅浩六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最多的时候 同时能嘎六个戏 在六个不同的 电视剧剧组奔波 那么多戏 万一赶不过来怎么办呢 剧组就找群众演员 替他演 最寒心的是 内于很多剧组已经接受明星嘎戏的行为 对明星嘎戏还卑微的表示理解 可等老力进组以后啊 一连几天在一个剧组里晃荡 发现奇怪了 除了他以外啊 剧组里空空荡荡的 没有一个主要演员 他就问导演了 这一部戏男主角不是六郎吗 他进组了吗 明天我要跟他拍对手戏了 我还想跟他对下戏呢 研究研究剧本呢 导演无奈的叹了口气说 利哥 你也知道 现在咱们的当红小鲜肉档期有多火 能请到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怎么还可能有时间跟你对戏呢 内娱都这么敷衍观众的情况下 粉丝还要替嘎戏的明星洗脱 对此我只想对他们说 哎呦还真是老太太吃棒棒糖 只会舔呢 快别舔了 你们哥哥姐姐钱还不够多吗 演好一个角色 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还要分身演别的戏 这不是更辛苦吗 握着多部资源演得这么烂 哎呦分点给别的明星吧